今天给您说的这个事发生在湖北省的武汉市 在武汉市江夏区有一家采石厂 地处十分的偏僻 周围四五里地几乎没有人烟 厂房外则是一片干涸的芦苇堂 4月2号这天采石厂的工人都在干活 接近中午的时候 负责做饭的朱大姐就来到芦苇堂边的小水堂里准备洗菜做饭 可当她走到门外的时候啊 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朱大姐觉得可能是自个儿听错了 芦苇堂是个大沼泽地 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进去 又怎么会有人说话呢 想到这儿她也觉得可笑 随后就回屋做饭去了 第二天 当朱大姐再次来到芦苇堂边洗菜的时候 她又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 一连三四天 朱大姐总是隐约听见同样奇怪的声音 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4月5号 那种声音又出现了 从来到那中午是一点钟 我们搬着就下班了 我就让小胡在里面接着有一个人 好你从那边下去看 工人小胡跟着朱大姐来到芦苇堂边 顺着朱大姐指的声音方向 小胡伸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尾堂 一看不尽是大吃一惊 在尾堂里 竟然发现了一个半截身体埋在淤泥里的女人 女人已经奄奄一息 朱大姐立即让工友打电话报警 接到报警后 武汉市江夏区公安消防大队 立即派人赶到了现场 中午12点20分 消防官兵赶到了18现场 准备开始救援 可是被困的女人在芦苇堂里 而尾堂里则长满了半米高的芦苇 根本就没有入 尾堂里的淤泥 人踩上去 就会立马陷进去 根本就无法行走 消防战士只好从旁边的工地上 先找了一些石棉碗 一块块铺在了淤泥上 一边铺一边往里前进 在女人旁边的淤泥里 消防人员发现了一个背包 打开背包 从里面的身份证上得知 这个女人叫郑贤玉 三十九岁 是安徽人 太低了 你是怎么走到这来的 知道合肥 知道合肥 从合肥来的 你怎么走到这里面 我不知道 他说 他已经被困了 四天三夜 说我们当时 听到这个 我们很吃惊 在那样的环境下 在四天三夜 原来这几天来 朱大姐听到的怪声 就是郑贤玉喊救命的声音 这因为 这尾堂里的 芦苇丛比较高 从外边呢 看不到里边的人 这郑贤玉呼救的时候 又用的是方言 当地人呢 他也听不懂 所以就一直没有人发现他 因为在淤泥里 困的时间太长了 郑贤玉的意识 已经有些模糊了 消防官兵 赶紧买来了牛奶 给他补充体力 并且拿来氧气袋 垫在他头下 当做枕头 让他躺着舒服点 消防官兵 立即展开了救援 当消防战士 经历郑监狱身周围的淤泥时 他们突然 瞪着眼睛 拾愣愣的看着 这个受困的瘟 当时我一看那个肚子 当时我说话也吓一跳 她是个孕妇 当时怀孕 估计有 我当时估计的话 有六个月以上了 肚子非常的明显 这个半身埋在淤泥里的女人 竟然是个孕妇 而且看样子 怀孕已经有六个多月了 这想一想 挺着个大肚子 在淤泥里边 没吃没喝的 被困了四天三夜 而且还能一直坚持的求救 直到救援人员赶到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确切的说 应该是为了保护自己腹中的胎儿 母性的本能和求生的欲望 才让她坚持了下来 我们也问南西啊 她那个十年差距怎么过来的 她是这样说的 白天的话就写着的 晚上一到晚上 天一黑 你睡觉 这一环境嘛 晚上睡觉的话 保持她的体力 把她的体力休息好 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保障孕妇和胎儿的安全 消防人员决定 尽快把郑贤玉 从泥里拉出来 清理完郑贤玉 上半身的淤泥后 救援人员把绳子 套在了她的胸壳 想把她直接 从淤泥里拽着 往上提 我们也来那个 我看起下 一二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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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怕就是 那孕妇让她喊她 所以我们才一喊的话 我们心里就 咔啦哈 因为下半身 被淤泥紧紧的包裹着 消防战士 往上拽的时候 郑贤玉被扯得 只喊肚子疼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大家只好停了下来 而此时他们发现 这片芦苇 他们淤泥 还非常的特别 她这 原来 这个是一个水库 15年前 为了开矿 就把这个水库 水抽干了 抽干以后呢 现目前 开了两个矿 这两个矿 是做 专门做水泥的矿 经过这 鱼水 风发 沉淀 就把这里 矿石粉 全部 存在这个 实际有 三百 面积 进千里 形成了一个 一刀 夹杂了大量 矿石粉的淤泥 变得像 昏凝土一样 粘稠 人一旦陷进去 就很难拔出来 而且是越陷越深 郑贤玉的下半身 就被淤泥 牢牢的吸住了 根本就不能动它 消防人员 只好沿着 郑贤玉的双腿 继续的往下挖泥 我们想用敲 敲把它 一敲一敲地把它 敲开 因为那个泥土 那年线太大了 一敲残去 不像我们土 用门力气 把它养开 我们敲三斤就了 我拉了拉不出来 更不说咬了 不是手传了 我们在救援的时候 走救援通道上 脚被刺伤了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很苦 没有一个人很累 因为淤泥里 根本就无法 使用救援工具 消防战士 只能用手 一点一点往外掏 像胶水一样 粘稠的淤泥 下午三点钟 终于挖到了 郑贤玉的大腿处 为了尽快把人救援 消防战士 再次用绳子 绑住他的双腿 想把他拽 拽 他四点钟 他在挣扎 他自己爬起来 爬起来的话 他那个裤子就慢慢的 自己 你把他沾住之后 他就往他爬了 他就往下退 吹到 就是一直往下退 吹到那个小腿的位置 无论大家怎么溢 郑贤玉的双腿 就像被钉在泥里一样 闻思不动 看这种方法不行 必须要在这个孕妇 四边用木板 打围 然后掏进木板里边的银 才可以把他救出来 因为这个尾塘里的淤泥 粘性太强了 看来要想直接把这个 郑贤玉从淤泥里 给拽出来 那难度是很大的 而且 他又是一个大度同域 这稍有不慎 就可能造成一个 考虑再三 救援人员觉得 最安全的办法 就是把郑贤玉身边的淤泥 都给挖干净了 这样人就可以从泥里边出来了 于是消防战士们 从附近找来木板 这树插在了泥里边 把郑贤玉围在了中间 开始往这个木板的外头 掏淤泥 因为木板的阻隔 一开始挖掘工作进展的很顺利 眼瞅着就要挖到 膝盖出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实际上淤泥的操 另外的淤泥压力不一样 有牙叉 这个木板慢慢慢慢 因为它不是插的板 它不是一个整体 它板于板那些 它还是有缝隙 受到淤泥压力的作用 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 木板外的淤泥沿着缝隙 又陆续的流了进来 救援工作因此陷入僵阻 而此时 之前用石棉瓦铺好的救援通道 也已经被踩坏 消防人员只好从附近的镇上 买来木板 再次服务 因为淤泥又粘又滑 营救人员每走一步都十分的小心 此时 时间已经过去四五个小时了 下午五点半 第二套救援方案已失败够 很快 消防人员在采石场的工地上 发现了一个圆形的汽油腿 比较大的一个油腿 把顶跟顶 用切割机把它切掉 然后把它套在孕妇的身上 把里边的鱼 想把它挖出来 挖了以后 因为郑贤玉是斜趴在泥里的 所占的面积比较大 油桶无法直接套在他身上 救援人员找来了电焊工 把油桶切成两半 把郑贤玉围在中间 然后大家开始从油桶中间往外掏泥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却让郑贤玉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 那么救援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呢 他腹中的胎儿会不会受到影响 另外在郑贤玉的身上 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谜题 你想想 他是怎么会走进这么一个偏僻的芦苇堂里呢 是有人故意害他呢 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这最重要的是母子二人能不能被安全的救出来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拉里 稍后为您解密 说到在湖北省武汉市郊区的一个芦苇堂里 身怀六甲的安徽籍妇女郑贤玉陷进淤泥堂里 是四天之后被人给发现了 武汉市消防支队江夏大队的救援官兵迅速赶到现场展开了救援 可这因为这个芦苇堂的淤泥啊 非常的粘稠 牢牢的粘在了这个郑贤玉的下半身上 这两套救援方案都失败了 晚上的消防战士又用油桶铁皮搭建了一个救援的空间 下午六点 消防人员把油桶铁皮固定在了郑贤玉的周围 开始一点一点的用手继续往外挽 慢慢的 大家忽然发现铁皮有点不对劲 因为切割后的两块油桶铁皮相对着扣在一起 它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这随着铁皮里边的淤泥被清出来之后呢 这外边的淤泥的压力呢就迫使铁皮呢 朝着郑贤玉的身体挤压了过去 可以说随时都会对孕妇造成新的伤害 于是救援工作只好再次停下来 消防队员给孕妇吃了点东西 让他再坚持着 开始寻找新的解救方案 此时天渐渐的黑了下来 西温一下的降了十几度 为了方便救援 白天一直穿着背心短裤救人的消防战士 一个个动得瑟瑟发抖 而在淤泥潭里救人的难度 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如果人身陷在粘稠的淤泥里 挪动一下腿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而消防战士还得用力去挖泥救人 所以工作进展的非常缓慢 此时救援工作再次受到了阻碍 郑贤玉的精神状况 也逐渐的开始恶化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救援人员一边在旁边不停的安慰 一边紧急的搓上新的救援方案 经过八九个小时的奋战 尽管连续几套救援方案都相继失败了 但是救援人员却发现 之前打围救人方案的思路 那还是正确的 关键就是这个围栏必须得足够的兼顾 能够完全阻挡住外边的泥水进去 于是消防人员立即派人到附近的镇上 紧急定做了一个长宽高 各是一米半 两头通透的矩形大木框 晚上九点 定做好的大木框终于运到了现场 营救人员立即接力把木框排进了卢尾堂 小心的把郑贤玉套在了中间 为了防止木框像前几次救援中一样 被淤泥挤压变形伤害到孕妇 消防战士在木框的内侧 用十多根的钢管插进淤泥中 来固定木框的位置 木框固定好位置后 在应急照明灯下 大家重新开始展开挖泥救援动 为了把郑贤玉完全的隔离在木框里 防止挖出来的淤泥在回流进木框里 消防人员一边往外挖泥 一边用铁锤把木框往泥里搭 可是砸了几下 木框却怎么也动不了了 之前铺在淤泥上的供救援人员行走的木板 一部分已经被踩得深陷进泥里 而且有两块小木板正好就横挡在了木框的下面 平日里几斤重的木板在淤泥里一下变成了千斤坠 大伙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淤泥里的木板都清理了出来 而实在拽不出来的 就用铁管干脆砸碎在泥里 救援工作继续进行 因为木框是固定的 里面的空间隐现 一次只能容许两个救援人员在里面徒手挖泥 于是战士们轮流换班抓紧静员 因为木框的阻隔性非常好 救援工作进展的寒顺 郑贤玉身下的淤泥慢慢的减少 晚上十一点半 淤泥终于挖到了郑贤玉的小腿处 这让大伙都非常的兴奋 因为天气寒冷 为了尽快把人救上来 消防战士决定再次试着用绳索 把郑贤玉从泥里拽走 我们再把它用棍子 把这个孕妇抬起来 眼看着大半个人已经从泥里出来 本想再一用力就能够把人完全拽住 因为淤泥就像泥青一样 粘性太强了 胳膊粗的棍子竟然生生的被压断了 而郑贤玉仍然在泥里是一动不动 这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他四天中他在挣扎 他让自己爬起来 爬起来的话 他那个裤子就慢慢的自己 淤泥把它攒住之后 他就往上爬了 他就往下退 吹到就是一直往下退 吹到那个小腿的位置的时候 加上这个孕妇已经背后了三十天 他的衣服已经跟那个泥 凝结在一起 用剪刀剪都剪不来 因为受困着衣服的阻碍 如果硬要把人拉上来的话 很可能会把腿拉伤 无奈之下 消防战士只好继续的往下掏泥 凌晨一点半 经过消防人员的不断努力 终于挖到了郑贤狱的脚踝 因为衣服和卢尾根在淤泥里连接在了一起 从小腿到脚踝的淤泥 救援人员足足挖了两个多小时 但是那个脚踝的淤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你整个抠都抠不动它 再加上那个衣服 包在那个脚踝的位置 你守着深门去 凌晨一点半 这个时候救援工作已经整整进行了13个小时 从中午11点39分接警 12点20分到达现场以后 这21名消防人员一刻不停的在和时间赛跑 拼命的是挖泥救人 直到晚上的9点 他们才轮流吃了一碗面 此时当淤泥终于挖到郑贤狱脚踝处的时候 这些战士们已经顾不上兴奋了 因为他们早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了 虽然郑贤狱的双腿仍然牢牢的嵌在泥里 但是为了保证他和胎儿的安全 时间已经不能再耽搁 消防人员再次准备把郑贤狱拉扯了 当时是14个人同时发力 6个人踩的是从他的胸口那里板在 用一面杠子一边三个人 6个人踩的是他的上半身 上半身的话用的是8个人 凌晨1点50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 几近昏迷的郑贤狱 终于被成功的从淤泥塘里救了出来 抬到了守护在一旁的120急救车上 凌晨2点20分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的急诊室里 护士帮着郑贤狱清洗完身上的淤泥后 各个科生的主治医生立即开始展开检查救治 他已经有几天几夜没吃没喝 再加上移动他的循环 他肯定是一个衰竭状态的 因为拇指相连 他鼻底影响到腹中的胎儿了 医生检查后发现 郑贤狱已经从合肥赶了过来 大不过来了 大不过来了 你哪个信仙 信仙 信仙你从来到几遍来的 从来的 从来的 从小哥在这里 我小哥在这里 你小哥 你小哥 够不在这里 这也不在这里了吗 够不在这里 够不在这里 据郑贤狱的大哥介绍说 他的妹妹从小就患有轻度的精神障碍 十几年前 郑贤狱嫁到了安徽邦 病情发作的时候 他经常一个人偷偷的跑出去 4月1号 他说要回合肥的娘家 随后就一个人走了 这说到这儿 事情总算是明白了 当初郑贤狱要回合肥 但是因为这个精神有些障碍 不小心就坐错了车 就这么着来到了武汉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加之天黑吧 稀里糊涂 就走进泥塘里边陷进去了 当他发现情况不对 挣扎着想出来的时候 结果却是越陷越深 就这样被困在淤泥里动弹不得了 尽管最后孩子没保住 但是郑贤狱一直坚持了四天三夜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还是让我们感动 同时在这儿也要感谢 那些救援他的消防官兵们 正是他们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奋战 才挽救了一条生命 也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